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更精彩的是在第四位挑战者的时候 其实双方几乎达到了挑战者 会把他从前以上面踢下来这个状态 我认为第一天就有这么紧张的赛局 实在是我们运气非常好 的确有 因为我们不但有演唱会的感觉 而且还有摇滚曲 所以现场我们有很多好可爱的同学们 他们在前面围着我们一起做出反应 尤其当我问到有一题就是 中学是否有女生节是几月几号的时候 他们通通都笑出来 然后我们的芒果TV的出题者 也非常的幽默当中夹杂了很多 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喜欢讲的笑话 让大家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可爱 七仙女的漂亮程度远超乎我的想象 然后每一位都有不同的特色 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我可以一一地跟他们做更多的认识 这一题我想就让小S来决定好了 今天的题目有一些我完全答不出来 像有的时候是可以靠尝试判断的 可是有的时候像塑料缸竟然是一种塑料 而不是一种金属 这个用尝试来判断的话就很容易出错 我想我能够撑过一轮 大概累积到五千元就非常幸运了 其实我们来了一位美女 江蕊泽 我本来以为她会留得久一点 因为我很希望我们今天台上 占少数的女生选手 能够具有代表性地入住 我们的胜利者之屋 不过很可惜她后来在第一轮时候 就没有打败我们的手类者 早一点来参加我们的百万秒问答 因为这样子表示你累积金额的速度 也比较早就开始 就比较容易进入我们的胜利者之屋 这样子累积的久一点的话 又有可能达到我们10月7号的大决赛 就可以争取一百万元的 我们的个人发展基金了 人生的前期越嫌麻烦 越懒得学 到了后来就越可能错过 会让你动心的人 和事 错过新的风景 所以 如果此刻你已经对于百万秒问答 已经动心的话 就要赶紧来加入我们吧 照片